董事長,周老師,還有這個主代表,還有余會的各位來賓,很高興在這裡,喔還有這個李董事長 余會的各位來賓,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是歐洲商會農運環境委員會的co-chair 那很高興能夠代表這個商會到這裡來跟大家分享商會的成員在經營這條路上參與的經驗 那因為商會呢,顧名思義,它的成員是企業為主 那有益於這個剛剛次長所分享的這個政策面的經驗與想法 我們在這裡可能是比較多從一個市場參與者,一個企業的經營 不管是在歐洲那一頭,或者是在台灣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說,在這個層面裡頭,我們所獲得的經驗 那我們自己,我們公司,就是我自己的公司 也是在這個濾冷裡面耕耘了相當的一段時間 我們參與了早期的這個碳市場 然後到能源,到這個再生能源的發展 到晚近,參與這個再生能源專案的開發 確實是各種的干苦是參與的人才能夠理解 首先呢,首先呢,這個我們公司,結果就挑過去好了 歐盟的這個28個成員國,包括在座的這個主代表 代表的法國,已經有相當多個國家都已經陸陸續續 去這個制定,或者發佈,或者宣告這個禁令的目標年 以及禁令的入境 但是歐盟成員國,因為他們 歐盟的成員國,本質上是相對是比較接近的 然後歐盟因為有這個歐盟這個組織的支撐 所以會員國之間呢,彼此通力合作 以及互動的機會比較多 那,跟台灣相比呢,就是說我們台灣是一個海島型的國家 在能源,在電力,相對是比較獨立的 就是說很多的挑戰或者是問題 我們必須自己去面對 所以,對照起來呢,這個相意之處就相當的明顯 那這一頁呢,就很簡單的告訴大家說 這個歐盟基本上已經劃下了這個2050年 為禁令排放的目標年 那其中的有些成員國,他們甚至有更積極的這個目標 以及中間目標,以及最終的目標 在這裡我們舉了比較具體 然後比較重要的幾個國家 包括瑞典、愛爾蘭、法國、西班牙、德國、丹麥跟這個匈牙利 那其中可能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 比如說丹麥他宣告這個 在一段時間之後 在2030年之後 他們要淘汰全部的這個 使用石化燃料的汽車 那我們台灣也曾經做過這樣子的討論 這一步呢,如同剛剛這個曾次長所講的 將來我們宣告的禁令排放以及要達到禁令排放這個目標 零這個數字如果成真的時候 那我們可能 某種程度是以 數學式像他剛剛所講的 前頭的排放檢調後面的攤位可以達到零 這是一種方式 或者終極的 我們最終全部都使用這個 綠色的能源、再生能源 然後透過新的技術、透過儲能、透過更穩定的電網 透過更小型的區域的平衡 來達到這樣子的目標 那歐盟國家呢 在這裡我們看到歐盟國家大部分 都在2030年左右就有一個中間的目標年 然後最慢在2050年 希望能夠達到這個禁令排放 然後這個歐盟議會定了一個方案叫做FIT for 55 那這裡頭呢 談了很多的這個重要的措施 但是在我們這邊 討論比較多的 在台灣討論比較多的 以及對我們的這個企業 影響會比較具體 或者是比較深遠的 有兩個 一個呢 是這個碳排放交易 就是已經有 運作大概有15年的這個EVTS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馬上要生效的這個邊境探關稅 那這兩個機制呢 其實是互動的 就是說歐盟推動這個邊境探關稅 等一下可能可以請楚先生跟我們多分享一點 從法國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 但是 從跟這個歐盟議會直接接觸所瞭解到的 歐盟推動邊境探關稅 其實有一個深層的這個政策的目的呢 是希望 對這個歐盟境內的這個大排放者的這個support 不管是free allowance 就是說這個免費的配額 或者是給他們的這個財政上的支持或者是補貼 能夠逐步退場 然後透過推動邊境探關稅的方式 就是讓大家 就是說歐盟境內與歐盟境外的同業的廠商 能夠在一條線上競爭 那不會發生這個碳洩漏的 類似碳洩漏這樣子的問題 我的簡報沒有準備得很長 所以我最後把這個重點的幾個議題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在這個排放ETS 就是這個叫做排放交易機制 第一個就是 如同我剛剛所講的 歐盟現在考慮在2025年的時候 把免費的配合都給取消 那表示說所有的排放者 都必須為了他們的排放來這個付費 然後第二個是在這個 第二階段的這個碳排放交易 所以希望把駐商部門 納入更多的這個駐商部門的這個排放的規範 包括像建築物 還有這個運輸 這兩個部門所帶來的排放 第三個呢 第三個就是 航空與海運這兩個部門 一直以來因為 它大部分的排放 都是發生在空海的領域 所以 它的排放有一點難歸屬這個排放源 那當然 歐盟在2016年推動COSHA的時候 就是航空業的排放的時候 有談過這個問題 但是也遇到 不少的這個非歐盟國家的這個 怎麼講 主力 甚至提升到這個WTO的層級去做一些討論 跟紛爭的解決 但是目標是這樣 就是說沒有人希望 希望這個 以前沒有辦法歸屬的這個 這類的排放透過進一步的協商 能夠納在這個規範的體系底下 那最後兩個呢 就是剛剛這個次長也有提到 我們要邁向近領 除了技術的層面 除了這個能源的類型的轉變之外 這個法律面 還有這個共識面 也需要更多的對話 也需要更多的溝通 那在最終呢 也需要更多的來自這個 資本市場的這個 這個資金的支持以及挹注 然後才有機會 最終邁向這個近領的目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